大家好,3月份,1號來支者 2月份,回顧一下,真沒試過這麼嚴重 道瓊斯跌了10% 標普跌了8.4% 他們倆的權數有少少不同 所以跌幅有點不同 標準普語就是等於我們的恆生指數 都是以他們的市值做權數 納斯達克又跌6.4% 英國也不太多在哪 英國、歐洲平均跌8-9% 亞洲,日本就很厲害 7-8% 不是太多,最多跌9% 大陸才厲害,告訴你 總之厲害 深圳跌了1.4% 上海跌了0.4% 今早好像開始升幅 真是不夠他玩的 香港當然也很嚴重 是吧 但是如果以頭兩個月計 香港跌了3.5% 美國跌了8% 其實以指數計 就不太誇張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 即是我 我們 那個利率的變化很重要 看看未來是否有經濟衰退 現在是出現一個情況 叫做利息倒掛 Inverted Yield Curve Yield Curve 就是美國國債 三個月通常利息會低一點 現在借錢給美國政府 如果你借給他一年 利息應該每年收多些 借給他十年 更加每年的利息收多些 這就是正常的利息 1.7% 正常 6個月呢 1.02 12個月是0.94 10年呢 1.11 10年的回報 1.11還要低於3個月 意思是什麼 大家搶買債券 搶買債券 令債券的價格提高 那個利率就會降低 現在比較很緊張 不是很想投資股票 股票和債券的最大分別就是 股票是一個理論上永遠存在的公司 直至它走到之前 它不會有年期 但是債券是有年期的 債券有些是三個月五個月 正如所說 公司債券有長有短 而這些債券本真 其實在市場上非常活躍 跟股票不同 股票見到剛才說的 道瓶斯指數 日經 恆生指數 股票在裡面 很少走來走去 但是債券 因為債券的性質本身 是有些短期 所以債券指數的內容 其實是不斷變的 很嚴重的事情 中國生產經理指數 是有PMI 跌低過50 50是分水線 高過50是擴張 低過50是收縮 它不單止收縮 而是收縮很重要 比起08年最低紀錄38.8 還要低 通常40多已經是收縮 現在它是35.7 剛剛公佈了 即是嚴重收縮 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2月本來的過年日子 應該是完成了過年春運 應該立即復工 但沒有復工 跟去年比較 當然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個情況 已經不是遲了復工 或者是怎樣復工的問題 而是生產的產業鏈 和資金鏈很重要 環球股市上個星期忽然跌 之前好像沒有發生事 但如果大家有看報紙的話 應該知道 COVID-19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這個病 其實一直影響全世界 特別是傳播速度非常快 兼且很難有一個方法 在中國大陸不同意的情況下 完全禁止外輸 是這樣的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去到最近期的時候 忽然間去到意大利 意大利就是一個追心之痛 在歐洲人來說 當年黑仔病第一個地方 傳播的就是意大利 就是意大利 就是那個面具節 大家要遮住面子 大家要呼籲40天 就是當年這件事發生 意大利現在越來越多人 有病 甚至有很多死亡個案出現了 加上韓國也是他們的生產基地 別以為只有中國才是世界工廠生產基地 很多他們用的手機、電訊 甚至乎汽車等等高科技零部件 全部都在韓國出來的 而韓國又依賴中國 作為他們的零部件生產商 所以現在日本當然亦都亂了 還要搞奧運會 一搞奧運會都不知道搞不搞好 成為一個政治的議題 如果不搞奧運會的話 你看真的 不搞奧運會 有人要下台 不過他遲早都下台 如果你搞奧運會 可能會成為一個一百年的翻版 大軍、壓境 然後就很開心 像學校的威脅 搞定之後 拿了金牌回鄉 回鄉 回鄉後 將病菌帶回鄉 這件事大家都是不想看到的 整個疫情影響中國的兩件事 大家要分清楚 對公司的影響當然很大 因為生意已經少了很多 生意少很多 直接影響到利潤 另一件事非常之重要 不單是影響利潤 就算有錢賺也沒有用 你沒有現金流 現今年的斷裂 是令到公司的生存成為問題 賺不到錢 這個是限的 其實相對來說 賺不到錢影響股價的優惠 未來的股值 但是如果沒有現金流 是即時令到公司本身 甚至整個行業鏈 是沒有了生存的地位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 現金是對企業多麼重要 中國政府不知道會不會再 進一步的放鬆銀巾 或者是放寬他們還款的 因為對我們投資者來說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搞政策 我們要想一下 在這個階段 是否應該有什麼公司 可以投資 或者有什麼市場 可以轉換投資產品 第一我覺得 在大陸有關係的公司 都是恐多可笑的 大家看看 Economist的上一期 有一個圖表 就是Share prices 美國標準普2500指數裏面 和中國有高透露的公司 指數的走勢和沒有分別出來 標普的指數分類 過去幾個月 其實12月開始已經產生了 一個很明顯的分野 一直到最近 如果是有高中國的exposure 那些公司的股價 是普遍跌超過5% 和其他公司比較 因為這些公司 除了利潤可能受影響之外 因為要趕貨 另一個問題就是 物流鏈和現金流 你沒有新貨的時候 沒有新貨出 沒有新貨出去的消費者 消費者不會賣 不會給你錢 對這間公司的現金流有影響 其實對那間公司的生存 對那間公司的生存是有影響的 我們看另一個圖 就看到這個分析 就是Inventory Buffer 就是那間公司的行業 本身有多少的存貨 存貨直接影響它對於抗疫 這個生產這麼突如其來的改變 有什麼應變能力 最嚴重的就是high tech 就是high tech 因為他們平均 Inventory的存貨只有20天 同樣嚴重的就是那些衣理 因為時裝整天變 你存得多也沒有用 兼且你這頭買那頭賣 他們很離譜 其實買回來 賣不去就算了 銷售各方面 包括飲食等等 全部都是 平均的存貨率是十幾天 少於20天 所以他們的風險比較高 但是呢 依你和存貨的風險不算最高 因為他們始終的貨品 和現金流 今天不是明天賣 但是high tech就很大件事 因為它今季出不到手機 蘋果你看看 如果它不是每天出手機 股價大跌 不過蘋果一對好 公司本身現金流夠多 比較沒那麼大問題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 汽車很大問題 不過最重要是停產 因為汽車本身的存貨 日子呢 平均有40天 即夠40天用的 頂得住 醫藥股 好像很好 其實醫藥股 普遍大部分醫藥股 在這個疫情下 是沒有得益的 沒有得益的 除非是3M 3M就可以賣賣 不過都很嚴重 其實每間公司 就算有生意給你 賺不賺到一件事 有沒有現金收是另一件事 沒有現金收 其實對這間公司的現金流很大 所以我自己在3月份開始想 其實應該是轉去做債券 即是債券 債券那種的 不一定是借給美國政府的 可以借給英國政府 不借給政府 可以有企業債券 不同的企業債券有不同的回報 特別是不同的年期到期日 的企業債券有不同的回報 在這些階段 當然大家看到這些企業等錢花 他們等錢花 借錢給他們 就自然是回報會高很多 特別是些差不多到期的企業債券 不過這樣 這些東西不是我買到 對不對 你是那些專業投資者 公司投資者 有投資銀行銀行跟著你的 當然是好 我們沒有 但不要緊要 試試買一些 債券的基金 看看會不會有好處 債券的基金很多 但你不要看那個 所謂Benchmark Index Benchmark Index 其實是不準確的 對於了解我們的債券回報 剛才說 股票的回報就是 有個銀行 看市值 股票不會經常走來走去 不會離開銀行很多 不會經常在那裡 但債券就不同了 債券因為很快要到期 那份債券就離開銀行 有一個新的債券放進去 所以那個銀行本身 不是很能夠反映到實際 你本身去投資債券的回報 你需要留意一些東西 我都要去找一個專業人士 我都不是很專業 大家聊聊天 今天講到這裡 3月份1號投資者 今天是2號 2月29日 原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我會做多一些好的影片給大家看 多謝